四位美女扯头发大混战 一招经济玫瑰让盟女都弱了 不等对方喘息 晕起来 又是一个飞息 将其甩到边城上 紧跟一招大片腿 让牛战士彻底失去记忆 今天的赤井沙西也是相当优雅 用45码大脚死死踩住 不等裁判倒数 牛战士竟正过了速度 而赤井沙西看着机会 搂着命运的喉咙将其锁度 两人一时间竟僵持不下 这女人之间的战斗也是真的很 裁判来了都不管用 随后更是一招十字锁给牛战士开开背 本以为就此拿下胜利 谁知双马尾突然冲上了 擂台对着赤井沙西就是棒棒两拳 没想到双马尾战斗力这么凶狠 可还没中过两秒 赤井沙西 直接一招高抬腿请她吃鞋底 拽起八十几牛战士将其扔下擂台 随后更是两姐妹一边一个小黑妹 一招山羊跳踢中屁股 而赤井沙西更是用45码大脚 摆了一个优雅的姿势 两人打得不一乐乎 没想到牛战士这体格竟打不过小卧力 此时赤井沙西解决完战斗 另一边瘦弱的小黑妹也将牛战士扔上了擂台 而赤井沙西也是毫不手软 上来一招双戏落变 还不忘展示自己优雅的身子 没成想牛战士还有力气 一个鲤打挺正国的腹部 记得赤井沙西上来就是一脚 走得优雅的不爬 换了小黑妹出场 一招飞身扑 再次将其再翻 像球一样被踢到了角落 我牛战士何时受过这样的起始大弩 不知道双方尾是不是去打麻将了 还不来支援 这一对修理彻底恶毛了牛战士 起身直接使出一招霸王拳 打得对方竟不疼不雅 而赤井沙西惊惊一脚 就将其干翻 本以为要燃起来了 可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这时小黑妹上来 将其控制住 赤井沙西拿出一个三十年前的围魄 准备使出必杀技 却为裁判阻拦 没成想这竟是一招掉虎离山 赤井沙西从身后掏出一只荆棘玫瑰 对着牛战士的小脸大 啪的就是一架 这招寓意应该世人去花落 不等对方喘息 转起来准备使出必杀技 谁知牛战士竟突然发力